大家好,我是CoCo 我是野豬仔當當 你們準備好聽故事嗎? 我準備好了 你們呢? 如果大家準備好 就和我們一起進入 繪本的世界 今天CoCo和大家看這本 繪本是和貓咪有關的 叫做貓咪漢家 作者 丁田尚子 出版是尚兒文化 貓咪漢家 現在家裡 沒有人 貓咪 留下來 來看著家 咦? 牠去了哪裡? 你找不找到貓咪? 是呀 牠爬進去衣櫃裡 咦? 咦? 貓咪 從某個地方轉了出來 呀 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 呃 啊 今天天氣好好呀 那就順著心情 想去哪裡就哪裡啦 貓咪 貓咪決定首先喝點東西 嘩 好熱呀 小朋友 你見不見到貓咪選了什麼來喝呀? 去完Coffee Shop 接著下來 貓咪想打理一下毛髮 咦? 就去了 美容院呀 沒錯呀 這樣才是稱得上頂級的服務的嘛 小朋友啊 你見不見到 頂級的服務 即是怎樣打理毛髮呀? 是不是梳頭呀? 哈哈 原來是找另外一隻貓 幫我舔毛呀 你不要看貓咪這樣呀 牠也很喜歡看書呀 咦? 小朋友 貓咪是怎樣看書呀? 哈哈哈 哦 這本書的角角 真是令人頂不住呀 接著 貓咪還走了進戲院 牠興奮到 牠的尾巴都鬆起來了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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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隻貓咪放棄的時候 都發脾乾脆 嘩 嘩 你猜測牠競還 doesn't kill 魚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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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t 一份鱿鱼中肚,不加芥辣 吃饱后,要动一下帮助消化 猫咪来到棒球打击场 戴好头盔,预备,重心放在后脚 哇,好像打得很远 连头盔都飞走了 嗯,猫咪度过了充实的一天 现在,去充个凉先 太幸福了 嗯,差不多要回家了 小朋友,你还记不记得他怎么回家 对啊,要找个树洞 很多人以为猫咪留在家看屋的时候 都在睡觉,整天无所事事,令人羡慕 蛤,我们今天看完这本绘本 你就知道,猫咪是不是全天无所事事 其实,他们很忙的 哇,为什么回到家 好像跟刚才有点不一样 你发不发觉有什么不同啊 不知道? 你去回最开头看看 喵 故事就说完了 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养猫的? 你们的猫咪在家 又怎样帮忙看屋呢? 每次你回到家 猫咪是不是都在睡觉? 还是弄到家里乱七八糟? 还是他出去吃寿司? 打棒球? 还是洗澡呢? 嗯 等你们都留意一下 你的猫咪 平时在家里偷偷地会做什么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